首先我們會走下去 很多人第一個我先回答 好像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們就是玩這一次 這是玩完以後我們就收攤了 沒這回事 我們會走下去 不管選人多爛 我們黨內已經預估我們得票1萬 他給我們訂的標準也是1萬 過了1萬我們就贏了 所以不管如何我們會走下去 我相信我們的重點會放在年輕時代 我們認為說其實台灣的年輕人 很多人誤解說他們對公共事務沒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是錯誤 從他們參與社員也好 參與義工也好 其實他們對台灣的公共事務 是還是非常的有熱情的 甚至可能比那個時候偉忠的學運時間 甚至我覺得還比那個時候並有熱情 只不過他們對政治這一個領域感到非常的厭惡 那當然這個政治人物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重新讓這群青年人 不只是對公共事務持續抱有熱情 那也可以讓他們覺得說政治這個東西 其實它可以是一個很高尚的領域 因為參與政治無外部就是希望說我們可以改造這個社會 那所以我們重點會是那個年輕人 所以我們也會接下來不管選上不選上 接下來的四年我們會生根校園 這就是一個 那至於那如果生根校園有成果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會有我們的這個群眾 那這些群眾自然而然的 我們就可以跟各個的這個社會團體來進行合作 那之前大家比較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必然社會沒有組織 我們從7月成立一直到現在才不過很短的半年 那其實我們的人大概就是辦公室的這些工作人員 加上一些青年義工大概十幾個吧 二十個 那像這半年裡面有些活動我們也都有去參與 結果人實在太少 導致看不太出來 比如說像私改會的調官法我們都有去參與 那那個沈遠洪山書記的我們都會參與 只不過我們現在真的沒有組織 我們現在人也很少 所以看不太出來我們就參與 那可是在未來的時候 當我們去經營年輕人這一塊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這個基本的群眾會出來 那我們也會跟社會運動這邊來更多的螺絕 其實那整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成員裡面有一些是過去參與過社會運動 比如說我自己的勞工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呂秀岳老師他過去在教師會的部分 或者說林志成建築師他在社區或者文化工作方面 那其實未來不管我們當局大概各自在這個領域還會繼續更換 那對我們來說比較大的問題是說我們是一個新的政黨 那這些人他自己根源的一些過去的一些成果 怎麼樣跟在選後能夠跟黨這個部分開始慢慢產生有機的連結 那這是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的成員作為個人 他作為社會工作的參與者還是會繼續推動 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說政黨其實跟社會團也是不一樣的組織 那政黨比較重要是政治的改革跟參與 那所以我覺得黨 我覺得我們不是要去我們每個議題應該我們覺得重要的議題 我們認同的議題都會去參與 但是我覺得我們角色不是去取代他們或是說變成那個主題 而是在這過程當中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黨怎麼樣去理解這些議題 就是跟他們對話然後了解我們的政策 就是一起形成黨的政策 比如說我們假定絕對來講熱身這個議題冒充 我們過去可能對這個議題完全不良心 那當然透過參與或透過對話 那當然我們黨就會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這個方法可能就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 那我覺得第二個重要的部分是培養政治人才的部分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各個社會領域 尤其是這些管制弱勢團體 或者說這些過去沒有參政的這些 比如說老公啊 比如說尤其我表情是公共這一塊 那我們怎樣能夠發掘這些參政人才 所以我們參與社會領域大概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支援 那當然支援的過程當中 對我們那樣的很重要性就是 OK那我們更理解更多基層的議題 那我們就能夠形成政策 在其他各個方面去推動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部分 能夠培養各種各樣參政的人才 所以我覺得那是政黨的一個重要的功用 大概是這幾個部分 包括三千度就要請問 社會會順 elim貌 本身都要請問 我們得讓她 eccentric 卻求著的 你不知找哪 dic 不知天才 我是搭碼 甚至不知 你的地方 這些地方